普利哥人即将下葬,普京有意回避 普利哥人是普京杀的吗? 大家好,我是萧英华 最近普利哥人上了热搜 大家知道由于他的坠机身亡 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 引起了各大媒体的猜测 有些美西方国家的媒体就率先震出来说是 普利哥人是普京杀的 当然他们拿不出任何的理由 特别是这几天普利哥人即将下葬 有的媒体就采访普京 说是普利哥人的葬礼你参不参加 普京明确表示不参加普利哥人的葬礼 并且说明普利哥人的葬礼是他家里边的事 由他的亲属来决定 这个时候各大媒体又站出来说 你看普京有意的回避 普利哥人的葬礼肯定是普京杀的 因此又把这种葬礼往普京身上使劲的泼 但是我认为普利哥人是普京杀的 这个论断非常的荒谬 有三点说明普利哥人不是普京杀的 第一个普利哥人和普京的感情还是比较深厚的 大家知道普京和普利哥人都出生在圣彼得堡 也就是列宁哥了 他们是老乡 并且普利哥人开始在开小餐馆的时候 由于他精心的研究菜谱 做的菜受到了当地的特别是圣彼得堡人民的喜欢 大家都爱吃 当然普京也是家乡人 他也爱吃普利哥人做的饭 后来就把普利哥人调到了身边 进到了克里姆里宫 和普京一处就是十多年的时间 大家知道一个做饭的一个吃饭的 他们朝夕相处产生了这种信任 他们的关系可以说也成了铁哥们 那么普利哥人后来成立并组建瓦格纳集团 也是得到了普京的许可 在欧冲突中表现的也非常的要紧 大家知道普利哥人的口号就是保卫普京 保卫俄罗斯 充分可以看出普利哥人这个人对普京是非常的忠诚的 后来呢 大家知道6月24号发生了叛乱 为什么发生叛乱呢 普利哥人不是冲着普京去的 而是对俄罗斯军方的高层不满 那么他要这个造反 实际上普利哥人只是喊了喊口号 哪有这样造反的 不放一枪一炮 几万人的力量到了整个城市 非常的有序 老百姓像看热闹一样 看待这支军队一点都没有惧怕 说明了什么呢 普利哥人没有真正的想造反 所谓的叛乱 只是给普利哥人安上了这么一个罪名而言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普京要想杀他 就是在普利哥人在6月24号闹事的这个时候 完全可以把普利哥人控制起来 并且呢 把他给生之一发 普京没有这样做 而是放了他一条生路 让他到了白格罗斯 所以说呢 普京也好 普利哥人也好 他们二者心找不宣 心里面都不想给对方让来麻烦 都不想把对方置于死地 这是一条理由 由于普利哥人和普京之间的感情很深 所以说呢 普京不可能杀普利哥人 第二条理由的 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事震撼 在这个时候 普京也好 整个俄罗斯军方也好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在前方打仗 战胜乌克兰 没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只有军队稳定 这个国家稳定 那么普京取胜的可能性才大 这个时候普京可能把普利哥人给杀掉吗 现在来看 造成了整个俄罗斯 整个军队都在不安之中 这对普京来说是非常不好的 普京是非常精明的人 他也不会把死盆子扣到自己头上 自己给自己找事 自己给自己扰出这么一团糟来 影响到民心士气 这是普京不会干的 我想的话这是第二条理由 第三条理由 就是谁最恨普利哥人呢 当然就是乌克兰 还有一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 像波兰这些国家最恨普利哥人呢 由于普利哥人在乌克兰惹了麻烦 并且在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也惹起了麻烦 打乱了美国的整个战略决策 普利哥人的出现 不光是在非洲的尼日 还是在欧洲的波兰这些国家 做梦都想把普利哥人置于死地 所以普利哥人被杀最大的嫌疑就是美国 或者是波兰和乌克兰 而不是俄罗斯 因为他们想贼喊捉贼 想把这盆脏水泼到普京头上 所以他们就制造一种假象 说是普京杀的普利哥人 刚才讲的上述三条理由 我认为普利哥人不是普京杀的 反倒是更像是美国杀的 或者是乌克兰杀的 或者是波兰杀的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